APEC亚太金合会中各经济体领袖收获丰富 但在东道主方面同样也收获满满的是加州州长纽森 未来选总统的可能引发热议 傅景洪的报道 总统拜登周三晚上出席APEC领导人招待晚会时 上台后第一个感谢的当地领袖就是州长纽森 但仔细听他是怎么说的 拜登这一说台下是哄堂大笑 因为拜登将在2024寻求连任 也就是总统的工作 而媒体跟政治圈早就流传 纽森对于总统大卫的报复 但因为民主党内大多有共识要团结 将拜登留在白宫 所以纽森并没有表态要参选 然而纽森近期的一举一动 都似乎在为未来的总统梦铺路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周二降落在九云山国际机场 一下飞机后第一双握的手就是州长纽森 而两人在上个月底就见过面 纽森在访华时突然安排与习近平见面 大谈美中两国交流的重要性 除了美中关系的外交学分之外 纽森也在九月时出席联合国气候雄心峰会 呼吁石油工业承担面对气候危机的责任 他也分享到自己在加州 透过引以为傲的高科技产业 为捷径人员永世达成的政绩 而纽森虽然没有表态参选2024 他与共和党表态参选的佛罗里达州州长 德桑提斯就针对堕胎权 COVID政策等在网上传枪舌战 随着APEC在今天落幕 收获满满的除了经济体领袖 本周的国际活动或许也为纽森的政治前途大大加分 26台记者 傅锦虹报道